白色延长线大楼住户三楼垂下 两条电线行接处仅用黑色胶带捆把 还有这个从四楼拉下电线 别说暴露外头 任凭风吹日晒 插座更是随意放置地上 超危险 至于这个也很夸张 延长线一样从高楼层拉下 直接缠绕车身充电 大力一碰 可能电线就会被扯坏 一条条延长线从天下 全是高楼层的住户 为了给停放一楼的宝贝 电动车充电的乱象 但突一时方便 却忽略背后隐藏的危险性 大火瞬间将透天错给春市 最后造成住户二死五伤 这是日前发生在宜兰的重大火警 让人触目惊心 还有树林这台 停放在娇娃机店外的电动机车 突然窜出恶火 烟雾弥漫 被形容向火箭发射 起火原因都是因为 从楼上拉延长线 到一楼充电 不慎走火 线路一定要让它顺 我们的电线最好不要去折或是反 专查点出原因 除了电力超载 最主要还是电线 受到折压捆拉扯 破坏导致走火 但事实上 有更安全的充电方式 大楼地下室里 充电插座整齐排列墙上 无论是免费的公用型 还是投币式型 全都是经过专业配电设计 地线插座不外露 不易遭受破坏 对比民众私自从高楼拉线 不仅安全 也不易遭到导电 而且在安全性上来讲的话 地下室 如果不小心真的起火了 至少它就是坐在地下室 会回来到人病 事实上 这类社区电动车充电站 各地政府都有提供补助 为了所有住户安全 必要花费 绝对是不可审 记得临终真言信语 谈不得